为演独孤皇后刺眼扶摇,软金天现在大火,她长次混清了最近最火的一部电视剧,当鼠杨蜜主演的电视剧扶摇了,不管是演技还是颜值,大秘密凭借这部剧,再次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,而里边的男主软金天,也是凭借着这部剧在镀大火, 吹一把,在软金天饰演的长孙无极刚出场之时,许多观众便吐槽软金天,胜任不了男主这一角色,主要原因便是因为软金天的颜值不够高罢了,原著中对于长孙无极的定位是神奇一般的男子,睿智多谋,腹黑,情深,小说中的男主一般都是属于那种翩翩公子的形象,然而软金天的外貌, 似乎跟原著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,其实大家的想法,导演组之前,也是考虑到了的,因此,扶摇原定的男主角并不是软金天,而是陈晓,对于陈晓,大家并不陌生,在陈晓恩版《笑傲江湖》中饰演林平之, 让他一下子火了起来,后来前后出演《陈晓传奇高战》,《闪雕霞与中洋过》等角色,让他成功跻身一线演员行列,而事业成功的同时,他也深获了自己的爱情,与陈晓妻步入婚姻殿堂, 纵观陈晓饰演过的角色,似乎都偏向于那种白面小绳的角色,似乎在长相方面,还是比较适合《长孙无极》这一角色,可是为何陈晓却没有出演这部古装剧呢? 原来当初《独孤皇后》与扶杨皇后,同时找到陈晓希望他出演男主一角,陈恒在三,陈晓最终选择了与陈乔恩合作饰演《独孤皇后》,这样一来, 作为替补的阮晓天转正,成为扶摇的男主,幸运的是,这部剧虽然不是原定男主出演, 却依旧收到了十分可观的收视率,而饰演长《终无极》的阮晓天,也再次火了起来,除了跟杨妮的旺夫体质有关, 阮晓天本人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的,不得不承认,阮晓天因为这部剧,还是赢了很多粉丝的呢? 而陈晓主演的另一部剧《独孤皇后》,如今依旧未播,值得一提的是, 独孤皇后的女主,也是由一位收视女王,陈乔恩主演,陈晓跟陈乔恩这对待档,虽然也是十分有名, 但是相比杨妮,似乎还是差了点吧,如今阮晓天凭借着扶摇大火, 不知道此演这部剧的陈晓,此时此刻是不是很后悔了呢?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